好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 你正常嗎 今天要講的是 好 朋友要來撕破臉 是 今天這三組 完全就是為了騙通告費來的 準備 對啊 真的是好可以 我看看 我看看女生朋友 對... 這是真的啦 他們兩個會比較懷疑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薇薇 好不好 JR JR 來 我們的蘿莉塔 恭喜... 來 我們的微風 手術痊癒 來 謝謝 好 劉璇 你們兩個認識十一年 蘿莉塔跟微風認識十五年 從大學生了沒 對 瞭解 OK 然後你們是十一年對不對 你們兩個為什麼會搭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JR不像有辦法 跟這麼有氣質的微微 不當朋友的感覺 你真的是 我們兩個其實是因為 我們是 我曾經跟他一起double date出去 對 所以我才認識他的 然後來我才跟他拍了戲 我們才真的變朋友 對 說出你身旁這個他不為人質的一面 用關鍵字來表示 來 我們先從子晨這一組來 子晨控訴劉璇腦破弱 劉璇控制子晨怎麼樣 嘴炮 出嘴炮 對 好 那子晨先講 劉璇的腦破弱 然後講直白一點就是沒組件 人家說什麼 他說好啊 好像可以喔 不錯耶 就是一個很沒有組件的人 有一天晚上半夜 我跟他在講電話 還是打遊戲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我就邊滑iPad 我說 我看到那個聯航非韓國的 但是時間很差 紅顏班機那種 來回3999 要不要去 超便宜的 然後我想說 他應該不是敢這麼衝的人 因為他個性就是比較 想很多 他說 沒想到他跟我說 好啊 去啊 我以為他在跟我開玩笑 我說 那我們現在開始整理行李 計時兩個小時 整理...整理好之後 我們凌晨就要叫計程車出發 我說你OK嗎 再三跟大家檢查 就真的出發了耶 我們才去了兩天而已吧 就兩天 然後就回來 所以我對他有一點改觀 因為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 很怕事的人 然後就覺得很麻煩的必要 那你為什麼他是嘴炮 沒有 你看 我當時候收到他那個訊息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在嘴炮啊 所以我就想說 你在嘴炮 那我就回應你 我就說好啊 走啊 結果他怎麼認真的 我說那我刷囉 我先刷囉 對 然後像子晨 平時給人家的感覺 是那種就是 比較嚴肅 比較冷的 其實他個性完全不是 他超愛打嘴炮 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很中二的人 你知道他在網路上 他會跟網友吵架 可是他的吵架 又不是說真正的在互罵 他就是用很中二的方式 會回網友 比如說像網友問他說 我想聽個笑話 然後子晨就說 你留言之後去照鏡子 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得到一個天大的笑話 你真是夠無聊 很無聊 這個女神教我怎麼嘴炮 然後嘴炮那些白目的人 然後他就說 發一張你的自拍照給他們 你知道嗎 多無聊 而且你知道他最經典是 前一陣子那個坐南朝北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你自己講 你自己講 就是有一個人他可能 比較偏激一點 他就說 你每次都長得不一樣 他說我覺得 你真的長得好奇怪 他就這樣罵我 然後詳細的我記不太得 因為他打一場串 然後我就跟他說 吳先生 因為他名字叫吳什麼什麼 我說吳先生 請問你家是坐北朝南嗎 然後他就回我一個問號 我說因為你 你看他就是這麼 靠北難看 就是他的回答 就是這麼重 有一點好會嘴喔 一般我都會說 我長得很奇怪嗎 是跟妳有關係 他就會說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 也是可以 應該要說他所有的這些經典語錄 都有在他的IG精選動態 而且是開了很多個 其實這個是 這一篇他就有王宇宙跟他說 我到底看了三小 然後他就說 三小通常一百 我看到三小時都一百塊 對 三小 你們回到我們 妳是冷笑話製造機 對啊 妳反應很快 妳是不是女擺製造機 對啊 其實我不知道妳是誰 我就想知道 妳能不能幫我全粉 他就說 我不差妳一個粉絲 我差一萬多個 我差一萬多個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 三十九萬還是多少 那就剛好差一萬多 剛好差一萬多 就湊整齣這樣 OK 來 JR跟薇薇 來 護貼來 養男人 誰養男人 你知道覺得說他很有氣質 然後又演了那麼多戲 然後也有入圍過一些 不錯的獎項 然後覺得說 他應該是被男生捧在手掌心上 對 然後覺得說 都人家接你啊 那怎麼樣 就是應該是要被男生 呵護到不行的 結果不是 比如說我曾經認識他的 某一個男朋友說 這男生很會打扮 然後穿的單品 都不錯 都是時下很流行的 而且這鞋子 都是限量不便宜喔 後來還知道 這些行頭 全都是他幫他買的 我幫男朋友買好 配好 然後去買限量 幫他排隊去買那些東西 也是吃到他的福喔 把他弄好好的 因為他有什麼福啊 真的 真的 我現在沒有了啦 那是以前 年輕人 那妳為什麼愛他愛成這樣 我覺得那可能也是缺點 也是優點 就是我對朋友也是這樣啊 我覺得比如說像我喜歡的東西 我有時候覺得這個朋友很適合 我就會想要買上去 那妳買給他的時候 看他那麼好看 當下妳是開心的嗎 開心啊 那就好啦 妳在廢話什麼 姐沒有啊 可是後來分開了會傷心啊 對啊 妳有沒有買分開都是會傷心啊 對 妳是傷心那些衣服嗎 也不是 可是我後來現在我比較 不會了吧 妳幹嘛自己都不會 不會了 我們先聽妳講 到底有沒有人 就是 因為其實這樣 她年紀比我小嘛 她每時候叫我姐啊 姐 可是她真的是非常非常 說好聽一點 她是一個非常會理財 非常 她不會亂花錢 會規劃 然後像我 我只是 買車嘛 像我之前買車 然後我後來就是 就是 不要罵 不是 姐 我跟你說 妳不要緊張好不好 她不會罵妳 還是妳要不要坐過來 妳好好好講 對 妳好 好像她有狂犬命 不是 我覺得她好像 這樣好像家長 沒有啦 我的點是說 沒有 就是我覺得她消費 是一個很詭異的事情 就是她只是為了一些 為了想消費 她買的東西都不是那種 用在刀口上的東西 比如說拍戲 我買了一部車拍戲 因為拍戲需要 上山下海怎麼樣 結果第二天開來 是一台雙門跑車 還白色 很帥耶 她想要舒服 然後結果買了一個雙門 還位置沒那麼多 然後她想要請助理開 就是請助理開雙門跑車 那還沒那麼 門檻比較高 還不像一般那種房車 然後她就說 妳怎麼都開不好什麼的 然後而且雙門跑車 並不顯油 她還說拍戲很多天 不能洗車 所以要選個不會 不容易弄髒的 然後就選白色 我那時候當時是因為 我自己想買一台車嘛 就是我有這個能力 她就喜歡嘛 對 就是喜歡 我就買了一台 她有錢 對 她有錢 妳說要花這個 她要花這個錢 在自己身上 反正我買任何東西 她都會打電話來 就會說 妳不要再亂花錢了 妳不要再怎麼樣了 好像爸爸 對啊 妳就回答 是有花到妳的錢 對啊 我是的確有老靈魂啦 然後對於朋友為 的確會比較 好 那妳告訴她買什麼 來 妳告訴他們 不是 我的療癒的方法 就是可能家裡 然後呢 狗 還有就是一些娃娃類 我沒有花錢 在買一些什麼名牌 或者是 就是你知道嗎 很奢侈 沒有什麼名牌的東西 名牌是買給男生 對啊 這個是一個限量的 設計師的 熊熊 那會可以 猜一下多少錢 誰的 什麼限量 什麼限量 這個我上次去通話街 夾娃娃有看到 不是 你看她的 她的關節可以動 而且 而且 而且她有口罩 對 而且她 她是 她有口罩 她是日本有好幾個 就是很有名的明星都有拿 她好像限量125個還是什麼 我是上網標的 我後來 標到一萬多 我笑死了 這一支一萬多 用標的 這一支一萬二 她原價頂多五六千塊 可是競標 九千 九千 而且她是因為 妳只加三千妳賺到了 對不對 她手掌都有關節 你看 她能幹嘛 這會增值 療癒啊 療癒啊 這牙的關節也會動 你給她六千對 她也會 我也會 對啊 來 我們咬她好 那譬如說這個 這個也是限量 那我當初就只是因為 你看 這好可愛 這好可愛 這可以買 她這個本身是夜燈是不是 很可愛 這個夜燈啊 而且她因為她是愛的獅子 所以 因為我現在沒有單身嘛 那我買個 好像有點昭桃花的感覺 這一支妳要多少 這還好 這大概三四千吧 可以啦 可以啦 三四千這個可以 就可以 然後像這個是 這不是香包 OK 這就是日本的 它是每一隻都長得不一樣 它是用剩下的布 手工做的 但是它的重點是 它每一隻啊 都會就是 一半的錢會捐給日本的流浪動物 多愛心啦 那我愛心 這是滿好的 那你猜一隻多少錢 那你猜一隻多少 那你猜一隻多少 你要看它的手工喔 好 來...看手工 來... 姐 你摸一下你覺得 我們請玉琳哥 還是美人姐來見價 這個我們是不太會看啦 因為... 你覺得這一隻應該多少錢 你會買 這個喔 你覺得... 日本寄來喔 真的 八百五啦 一千... 一千... 三左右 一千三 可是它有捐錢給動物啊 是沒錯啦 姐 我跟你說 你像是想捐錢的時候 你打電話給我 對... 對... 可是我們都是需要錢 因為你這樣一千三嘛 你這樣就三千九 可是我覺得 我是站在薇薇這邊耶 你現在是要扛家計 對不對 你有家庭了 對啦...是沒錯 有家庭人對錢的一個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那個錢 都代表是責任 可是對薇薇這樣子的女生來講說 這每一個玩偶 都是... 都是照見他孤獨的窗口 好丟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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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見你五運皆空的 這個... 這個講起來我覺得不對了 真的... 突然之間我有點想哭 而且這幾個都不如那雙鞋 買給男朋友限量的貴啊 對不對 真的啊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不知道當他下單的時候 當他在期待這隻黑熊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很多期待的 OK 每個玩偶都是照見他孤獨的窗口 對... 你這個買了 只是冰山一角耶 他這個買了就是他的 他... 他畫在男人身上 肉包子打狗 好 那你... 那好 那我再講 那你說拍戲那種 一個保溫瓶 然後第二天又有另外一個保溫瓶 然後幾個保溫瓶 一直換這樣子 我還沒有換寶的保溫瓶 因為為什麼我心情這麼低落 我只好試著用換保溫瓶 謝謝 因為我們的心情... 不是 那我們的心情有一些變化 沒有保溫瓶改喻 等一下 我要先講 我現在反而比起我單... 沒有單身的時候 我現在的狀態是非常好的 也是快樂的 而且我一點都不孤單 因為我還有狗 我有朋友 隨堆保溫瓶 對... 那... 我就是喜歡買東西而已 對啊 這樣就好啦 OK 好 那我懂了 我跟你講 女人喔 漂亮的女人不見得需要什麼理財觀念 男人才要 他開心就好 他賺多少錢 他花光光是他家的事 因為他以後嫁人 也是嫁給有錢人 所以... 誰說呢 誰說呢 好啦 我們來看這組 不一定喔 OK 好 來 這組請貼 好 男人被說要好不好 你趕快要好不好 對啊 可是你們如果上網去搜尋他的新聞 我們基本上他每次鬧新聞出來 都是被跟女生拍到 然後他我們以前一起錄節目的時候 他是我們那個節目裡面的 就是 就是真的是到處 雜男做到職業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要可以當渣男 你當來說應該要是 狗公妖那種 可是他真的腰卻很不好 他三天兩頭就會閃到 那他就是靠別的地方好啊 沒有 不是 我不相信 那個地方好沒有用 如果沒有強到的腰力 對 那時候我知道他腰不好 然後我就很驚訝 我說 那你那些女生 知道怎麼來的 就是你是 就發現他腰不好就走了嘛 不是 您不要趁我散氣手術的時候欺負我 等一下 對 他剛抖完 你又有散氣了 你看他又沒有幫你又散氣 那就是性功能一定有障礙 然後為什麼當渣男 因為我以前 因為他們 我跟你說 這是他們對的課本很強 而且他也很窮 對 就是沒有錢 不是 我覺得今天播出 我怎麼突然今天 就變成一個垃圾了 就是 對 是因為以前我常常怎麼樣 就是我小的時候 因為椎炎盤突出 我在華裔嘛 然後老師拉筋的時候 會不當拉筋 他要去內地工作 比如說掉薇牙 然後他就是 我記得我是掉三天 然後我腰非常痛 重點不在研究你腰如何受傷了 恐怕大家也沒那麼感謝 我已經那麼感謝 就是說你腰不好 為什麼還可以當砸呢 對 你為什麼可以當砸呢 了解吧 我有過言 他有才華啦 很會唱歌 對... 就是說我通常 我通常晚上要睡覺之前 對 要睡覺之前 都先唱三十分鐘 這樣子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他不睡覺 我跟他認識十五年對不對 在我印象中 我認為他是 完全不需要睡覺的一個人 關你什麼事 為什麼 沒有 很可怕 比如說我們今天的錄影 可能我們要RE通告 比如剛好同一集 我們就要聊說 明天的內容啊什麼什麼 比如說我們晚上 比如說十一點鐘 給他回了一個訊息 然後你可能要睡覺前兩點鐘 給我一個訊息 他永遠都是秒讀秒 秒讀秒讀 就是你知道那個buk 那個whatsapp那個buk 他馬上就有兩個勾 然後完了也對 就是這個聲音 然後完了以後 你就想說那可能 他馬上回覆想說 大家要睡覺了 隔天早上十點鐘 你起床了 你跟他說 我想到一個什麼東西 我馬上發給他 他一樣秒讀秒讀 我說塔 你怎麼那麼早 對啊 是吧 我說塔 你怎麼那麼早起 他說 沒有啊 我還沒有睡覺啊 所以你二十四小時 手機在手上 沒有 因為我真的 我是睡覺時間很奇怪 我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是早上才想睡覺 不是 我不願意的 因為我還有去給醫生檢查 然後我就有去做什麼 基因檢測 他們檢測出來說 你的基因就是這樣 對 那你適合住在美國啊 對 我之前去歐美國家 我都沒有時差 我在歐美國家 我是晚上十二點一點 我就去睡覺了 所以你心裡面是個歐美魂 你生錯空間 我跟你講 我之前還真的有那個 那我那個可以看前世行程的老師 他看我 他說 我跟你講 你上輩子是歐洲人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也不知道真的還假 所以他已經睡到時間有可能了 那我想問大家 哪一種朋友是一定要有的 你們已經交往那麼久了 好不好 來 有一種叫 隨時聽你抱怨的速動 B 使命必達的萬應公 萬應公可以理解 來 A還是B 來 請舉牌 好 他們真的滿有默契的 劉璇我覺得他就是 這樣的一個角色 而且他很 我跟他價值觀很像 他很能 他很能抓到 我不開心的那個點 然後有時候我自己都沒有發現 譬如說 之前跟男朋友交往的時候 很常為了小事 三天一吵 然後十天一大吵這樣 然後我就會跟他抱怨 每天都跟他抱怨 我說為什麼男生尿尿 總是不歇馬桶蓋 為什麼 沒有 我會歇 我也會歇 我沒有 我會坐下來 有沒有 這種小事情 然後他就會回我說 那這種小事情 你跟他講很多遍 他都沒有聽進去 代表他根本就不想要 聽你講的話 我說 對耶 我說對耶 我自己都沒有 我自己都沒有發覺到 原來我是在意這個 其實我不是很在意他 尿尿這個有沒有低調 其實我可以自己擦掉 沒關係 但是我在意的點是 你都沒有聽進去 他不重視你的話 對 他不重視我 我就想說對 對 你一語點 點請夢中人 所以就分手了 對 分手 我覺得子晨講得很有道理 就是說 你其實需要一個 傾聽你的角色 但你其實不需要的是那種 他還會一直回你 那後來我拍戲的時候 我很多事情不開心 我第一個找他跟他講 他其實不會去反說 你就應該怎麼樣 我不是說過了嗎 他會一直聽我講 然後像譬如說 狗狗離開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愛我的狗狗 然後他就突然心臟病走了 這是養多久 十四年 結果大家做很多事 拍戲 是又變那一隻嗎 對 是小那一狗 對 我還會給他穿內褲 沒錯 而且重點是 為什麼跟狗狗拍照 要只穿內褲 這是我的寫真書 然後廠商說 有哪個東西是一定要拍的 以為你是變態 我這麼的狗狗一定要拍 我很想說一個男生 就是穿著內褲 OK OK 沒有 他真的 我真的沒有遇過一個男生 對狗這麼的 就是這麼的細心 因為我第一隻狗 我以前是養貓的 然後我因為我女朋友的關係 然後就現在老婆 然後愛上這隻狗 那其實是他的狗 然後我就事如己出 然後他就跟我做了 唱跨年啊 拍電影啊 拍戲 上節目 做了很多很多事 變家人 可是就是說因為做過太多事 你反而 每個地方都有他的影子 對 我其實有點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打給他 其實不是難過的 是在有點在狡猾化 然後在抱怨這個人生 怎麼會這樣對我 你讓爸爸那麼愛你 然後你說走就走 我其實打給他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哭 然後也有一種就是 覺得有點憤世技術的感覺 他從醫生判定 就是可能剩多久 他就打給我 然後每一通電話 幾乎只要是他的狗 他都是 你看他這麼大隻 這麼強壯 那你也是就傾聽 對 不多說 因為我自己 因為怕多說 你要幫他出醫藥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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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這麼怕人家 跟你自己情緒 不是 你的相片都什麼朋友 我上去手術 開完第三天 我現在都有點現實 我認為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態度 是真的很好的一個朋友 可以安慰 所以如果樹洞 真的要做成這樣 樹洞不可以有回音的 你懂嗎 對 因為我有狗 我知道我講什麼都 你就是聽 因為我告訴你 不要隨便說 你趕快走出這個悲傷 各位 對 那個悲傷是走不出來的 很多人很愛遇到你說 好一點了嗎 好一點了嗎 我告訴你 沒有很多悲傷 不是你想像他可以走出來的 我們唯一可以幫助朋友的是 就是我們如何跟悲傷共處 真的是這樣 而且想拍手了 我今天怎麼金句那麼多 你只能陪伴他 如何跟悲傷共處 然後我們就會找到方法 沒錯 所以你看他買那麼多的玩偶 對不對 沒錯 他那麼傷心的時候 他最後可以說什麼 謝謝 可以抱著身腳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賺到一千三了 因為這個是 我曾經在他身上得到過安慰 那你的悲傷我也沒有辦法 你也不要拒絕你的悲傷 如何跟他共處的時候 我曾經得到安慰的玩偶部 我分享一個給你 希望能夠幫你度過這個 最困難的時光 之類的 對 跟那個奧運也一樣 對 這個超好的 不是 我真的 我真的這次他做的時候 他都是做貓咪嘛 然後他的狗就是很普通 然後他這次做了一隻發豆 然後是灰色 我就寫信給他 我就說 如果你下次做白色的發豆 可以留給我嗎 因為我有一個狗友 他養了十三年的發豆 就是這樣子走了 然後他每天都說 他很想 她很難過 我們是這樣子認識 結果這個人 真的幫我做一隻寄給我 我就寄給他 我朋友 他收到的時候他就哭了 他說我每天會帶著他 很好的慰藉 好吧...可以 可以嗎 可以... 那你怎麼沒有 你怎麼沒有叫做白魔美給我 我覺得可以 他沒有...他不會 好... 這邊呢 這句話說出來 來 微風... 我覺得一定是B啦 萬應公喔 對 因為那個時候算是我屬於 就是從小到算飄飄盪盪的一個人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 跟精英公司的關係 然後我就去北京嘛 然後在北京一個人 然後就是要變得自己去打拚 自己去應酬 去跑足 去試鏡啊 什麼有沒有 然後你有時候你就 就是會想家嘛 然後你就會 吃台灣的東西 比如說台灣有些藥品啊 或是這種 台灣的藥 吃藥 都吃藥 你們要吃台灣的藥 吃腎的嗎 到底是腎中的藥 我跟妳說我不好 海狗丸 或者是正... 海市... 海狗丸 海狗丸 你們不要往腎那邊走 一個人一隻叫 狼椒白 海狗丸 狼椒白 海狗丸 你這次動手術真的是善氣嗎 我真的... 真的是善氣 如果我現在的手術 我們...我跟你說 善氣不可恥 我現在要把它鎖出來 而且我們這裡有善氣大連盟 對... 因為蘿莉塔也有善氣 我也有善氣 然後劉璇也有善氣 我家的狗狗有善氣 他家的狗狗也有善氣 對...我跟你說 我這次開善氣 本來是微創手術 一個小時 醫生說他遇到了 他近十年來最難開的手術 因為我的腸子 概化太嚴重了 他開了五個多鐘 他已經善氣太久了 對 善氣太久了 因為他以前不知道他善氣 善氣就是... 那個腸子吊進那個... 鼓高 對... 有一個毛撐不住那個腸子 他肚子痛嗎 對 沒錯 其實是會痛 可是他可能吊太久了 因為他吊了三十幾年 然後以前我們都不知道 我從小就吊 他以前都是我們 大家以為他是鎬丸很大顆 你是屬於吊進鎬丸 還是那個復鎬 我是吊進鎬丸 而且他是吊一邊 對... 一顆會像壘球 對... 為什麼這個鎬丸很大 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那個節目的男生 男同學啊 跟他上過廁所 每一個都出來說 我跟你講 他有一邊... 有一邊好大 有一邊好小好奇怪 他每一個都是跟我們一起 游泳我都會偏一邊 好 微風 你為什麼一直用左邊換氣啊 教練我不是故意的 沒辦法用右邊換氣 我現在真的會有點痛 那如果我開完了 是不是兩邊都變小了 我是... 說真的 我現在感覺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一邊特別輕 我覺得右邊清零是蠻怪的一個 重量的慣性 對 重量的慣性 所以等一下 回到主題好不好 所以他... 想吃藥 想吃藥 對不起... 蘿莉達就寄藥品給你 對... 他的藥品這個要講好 藥是不能游進的 他寄的那個叫酸痛貼布 酸痛貼布 或者是一些保健食品 主要是他那時候想要吃台灣的很多零食 對 零食 他說那邊都沒有 對 因為會吃麵 對啊 提出這個要求之後 他多久寄到 蘿莉達非常棒 我跟妳大概兩天左右 他要去吃 因為他都不睡覺 對... 沒有可能 也是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他都不用休息 他半夜就備貨了 對... 真的 我打給他的時候 他一邊... 我第二次打給他的時候 他已經在7月 他已經開始... 我要跟你們講 我要跟你們講 他這個人都沒選出 因為他那時候打給我說 當天是我生日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他打來 我想說 應該是來祝我生日快樂吧 結果沒有 電話接起來 他就跟你講說 蘿莉達 我跟你講我想要吃什麼 比如說什麼孔雀餅乾什麼的 就講了一大堆台灣零食以後 我想說OK 要祝我生日快樂吧 沒有 他掛斷了 他完全忘記我生日 他只記得 他只記得他要吃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這麼沒選擇的人 你活該散氣 你知道那一天 我打那個三賽四次電話 電話 他都沒有住我生日快樂 我就記得每一次蘿莉達 他的語氣都會有一點 期待 對 他就是 那... 沒有別的事了嗎 對啊 因為我就覺得說 他好像想跟我講什麼 可是我在忙別的事 我覺得 那沒有別的事了嗎 因為我就一直交代 我跟你說 那個什麼要記得 那個要記得嗎 如果可以 對 對 我們來看KALA的怎麼說 哪種朋友一定要有 聽聽KALA怎麼說 我選的是B 因為我有個朋友他在日本 然後只要我要去日本玩 像是迪士尼 我就會請他幫我先提早買票 或甚至我想要去一些 比較有名的餐廳 我都會請他先幫我定位 所以這個朋友 每次都使命必達 然後完成我給他的任務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我會選B 我的朋友啊 他就是學會計的 那我有不懂 這個報稅相關的問題 或是有任何 就是比較難一點的 數字的問題 我都會問他 還有一個朋友是 因為一個比較好的朋友 遇到有什麼 真的什麼 文法不會也可以問他 這種朋友就非常好用 所以我會選B 根據調查 多數KAL投給了B 使命必達的萬應公 得票比例58% 你覺得正常嗎 好 多數都選 使命必達的萬應公 所以速動比較 也不會少 差不多啦 差不多 但稍微少一點 所以選速動的不正常 請噴 好友喔 要控訴 對 而且這個是其實 冒著很大的一個風險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交往十幾年了 所以就是一些 小恩小怨的都能理解 可是今天其實是 他們彼此都不知道 彼此最大的心結 一旦控訴完之後 對方是不能接受 或者是覺得被誤解的話 友情可能就到此換 切八段 沒有 還有今天 救者他太激動了 他有可能破水耶 真的 另外一個可能破了嗎 我還有可能最長咧 對 還有可能再掉下來 所以呢 其實他們兩個 都不適合久戰 因為一個再兩個禮拜要生的 對 一個剛剛開了那個 善氣的套餐 真的 你這樣看就真的 這沒有那麼老 這個善氣縫好就縫好了 不會因為酒蛋就掉下來 會喔 會喔 會再掉下來 會掉下來 好 我們先看蘿莉塔 要控訴這個微風 什麼呢 來 微風 絲板 蘿莉塔來唸 一個女的伺候六男 六個男的 沒水準 那時候單身 單身的時候你就會到處 跟朋友說 快點幫我介紹男朋友 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他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我今天去一個聚會 然後有朋友帶了一個 另一個朋友來 他覺得那個男生很不錯 他說要不要你看一下照片 如果你有喜歡 我幫你約出來 然後就看了照片以後 確實是我的菜喔 滿可以的 我說好耶 好耶 他就說好 我跟你講交給我 幫你弄一個局這樣子 然後就約在一個餐廳 像相親局 應該是我跟他 加上那個男生 三個人吧 結果我一進去那個餐廳 就發現說他 除了我們三個之外 他還約了另外五個朋友 然後那五個人 我都不認識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很尷尬耶 我跟這男人也不認識 你又再約五個 我不認識的男人 什麼意思 那五個是幹嘛的啊 就他朋友 那我這樣很尷尬 可是我想說 反正他也是好意來都來了 那我就坐下來 開始吃飯喝酒 然後結果他呢 那反正那五個人裡面 有四個男的 還有一個男的 帶他女朋友 這樣五個人嘛 他帶來的朋友 每一個都小回合 就是吃飯的過程 一直點酒 一直點酒 可能是為了調熱氣氛 但他們同時也灌那個 他想要介紹給我的男生 然後那男生還喝到吐 這樣子 喝到吐喔 我就在現場 因為我就想說 不行 女生要有點矜持 如果我喝到吐太難看 所以我就只喝一點點 然後中間還必須要站起來 幫大家倒酒 想說要看起來很賢慧 表現賢慧的聲音 對啊 幫忙倒酒 那邊要喝這個 妳是正常倒 沒有 妳有跪著倒嗎 沒有 喝一下 對啊 跟每個不認識的人倒酒 搞得我像酒醋一樣 但我想說沒關係 這一切都算了 只要跟著男的 有機會發展 我覺得OK 到了隔天 隔天嘛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傳一些 溫馨的訊息說 溫馨他說 你昨天還好嗎 喝這麼多 回家有沒有不舒服啊 妳主動回船喔 因為我就想說 他喝那麼多 就是我要先展現貼心的一面 結果男生就回我囉 他回我說 他根本不記得我 他只記得他喝到吐 他完全忘記有我這個人耶 那我就想說 不是吧 你說要幫我相親 你把人家灌到吐 到最後他整個大段片 這樣就算囉 我根本沒什麼喝 那個賬單9錢還要除以8 我還要幫他們付9錢 等一下 不要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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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靜 你冷靜 那兩個禮拜就要生了 那兩個禮拜就要生了 情緒不能活動太大 我覺得我們大家 我想問一下 你不用解釋 我們看你的罪狀 先看罪狀 好啦 好 看到我就想上 別纏我當司機好嗎 從我開始有汽車這個東西 這個交通工具以來 我個人接送蘿莉塔 上下 就是說回到她家的次數 應該比我歷任女朋友還要多 我覺得 對 就是 這個是一個相當荒謬的一個東西 因為蘿莉塔到現在 比如說我們今天錄影 他只要一看到我 他就會 蛤 謝謝你今天再有回家耶 有一次 我覺得比較扯的 比如說我們錄完影對不對 我那天要去桃園吃飯 跟朋友聚會 但是我們認識很久了 比如說薇姨姐或什麼 會說 那我們知道桃園要跟我薇姨聚餐 我說我要先去桃園跟朋友吃飯 然後才會回台北 他說 那我剛好也很想去桃園吃羊肉爐耶 所以 對 他就是無論如何 不管你要讓他去 寄生獸 不是 我錄完影 他真的有來吃 而且他那天 本來還不想付錢 這樣 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付錢 這樣說 從頭已經不是寄生上流的問題 這已經寄生下流了 你知道 那到底哪一種朋友比較可惡 對 這兩種 可是我們看看KOL怎麼說來 對啊 我覺得當李維峰的朋友直接衰爆耶 現在你交傳播妹一個晚上 至少都是幾千好幾萬起跳吧 何況是 當免費的九處誰不會翻臉啊 蘿莉塔居然免費服務一整個晚上 太扯了 會點絕交了啦 有時候男性朋友真的超不行 明明知道就是相親還沒酒局 那時候我當然就翻臉 然後告訴大家 發生這種事情 身為女性 蘿莉塔真的是太厲害了 一面倒 所有人都認為李維峰 最大惡極 相親變酒鋪 人神共分 沒錯 請翻 剛好啦 冰敷對 剛開完他冰敷 冰敷啊 給你一分鐘解釋一下 那天其實是所有那個男生 他都知道 蘿莉塔想認識是個男的 但他喜歡那個男生很木納 其實他也滿喜歡蘿莉塔 但是他一直都不會講 很避暑 很避暑那種 所以他們就想多灌他 結果你知道喝嗨了 把他灌爆了 你知道嗎 我們哪裡也很糗 灌超過到他忘記我是誰 他不是忘記 他不知道哪一個是你 那還不是一樣的意思 沒有 那一天他們有 蘿莉塔跟其他男生掌握一下 不是 他大天很清楚 我知道你是要把蘿莉塔 弄給他的嗎 對啊 他知道 所以他家裡 所以他回他的時候 他還訴託 他講說你是誰 然後他想起來 你知道嗎 他是這種感覺 那我想說怎麼那麼遜 酒還沒退 對 酒還沒退啊 現在來講 短期間你不需要再安排這種局了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下一組 好 來 先看紫誠的罪狀 你要控訴的嘛 來 紫誠請施然 我要控訴他的是 明知道我在拉肚子 還硬要在公廁外面 叫我的名字 因為 因為我大概八年前 九年前我都把膽拿掉了 所以我只要每一天 吃完的第一餐 我一定就要找廁所拉肚子 這是我沒辦法控制的 因為你有一點油都不行 對 然後你知道我每次 在拉肚子的時候 你知道他都會在外面 因為他上廁所比較快 他就會走出來然後說 劉璇 你又在烙賽喔 可是你知道劉璇是我的本名 好煩喔 他也沒有名字可以來叫我 我會一間一間講說 劉璇 你在這間烙賽嗎 沒有 你在這一間嗎 沒有 可是我覺得很臭耶 對 他每次都這樣 那你就真的在烙賽啊 我就真的在烙賽 然後一開始我也沒有想太多 他叫我說劉璇你還在烙賽喔 然後我就會說 我就只能回他 然後出來外面公廁在排隊 然後我就看到每個人都說 劉璇在在烙賽裡 就是那個人剛剛那個女生 他在烙賽 他在那邊烙賽 所以你知道後來他就是說 他每次只要說劉璇 你又在烙賽的時候 我就故意不回 他就說 劉璇 你幹嘛不回我 很煩 他說劉璇你要烙賽 沒有啊 然後 你那有的時候 真的很尷尬的是 我還被網友認出來 你知道嗎 網友當下沒有跟我打招呼 所以他還傳訊息 我喜歡 今天在西羅休息站 拉肚子的是你嗎 我自己也很會拉肚子 分享給你 廖方 想嗚嗚的收呢 來顆茶葉蛋加濃茶 可以止謝喔 你剛剛很熱情 網友... 網友很熱情 你叫我... 這個... 這個要翻臉 你叫我怎麼回 我根本沒辦法回到... 這個控訴有憑有據 因為有這樣子的留言標示 這傢伙真的是完全是一個大聲工 可怕是這一集播出以後 我們只要去休息站 這個廁所裡面有人 劉璇是你嗎 你用在他肚子喔 而且我會真的 因為你知道比如說 像如果這種狀況 我要叫他 我就會叫他本靈 結果沒有人會叫他本靈 可是我就沒有這個狀況 可以閉娘 劉璇就是我本靈 那個舒子晨要通知 舒的是 摳我就是抓蟑螂 你是把我當張惠孽嗎 張愛家啦 張愛家 張愛家 或是張惠孽都可以 因為劉璇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懼怕蟑螂的人 他連LINE貼圖 有蟑螂的圖案他都不行 他會那種 他會歇斯底里崩潰大圖的那一種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 在LINE上面就為了整他 因為我很喜歡整他 因為他反應都會很大 然後我就下載了LINE的蟑螂貼圖 就一直傳蟑螂貼圖給他 他就封... 他就封鎖我耶 他把我這個好朋友封鎖掉嗎 他才看到張愛家 我手就是噴出去耶 手就摔壞了 而且是卡通的那種 有點可愛的那種 而且到了封鎖好朋友 這很嚴重耶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趕緊跟他道歉 對 因為這玩笑真的開大了 如果有人敢傳 我討厭的動物給我 我也會給他封鎖掉 然後有一次 所以我不敢告訴任何人 我討厭什麼動物 不要講了 人家知道越少越好 對 你說我封鎖你就知道了 不是 所以只要再休息 再拉肚子 所以我就每天試看看 一下傳老鼠 一下傳蛇 有一天被你封鎖了 因為我最後一次是傳蛇 沒錯 原來他怕蛇 等一下大家輪流試看看 好 OK 等一下傳... 他非常的怕 但是他那個時候其實單身 他如果每次有蟑螂的話 他之前都是找管理員幫他打 對 但是因為我不怕蟑螂 然後我是那種可以 比較閒 水口水到的 他有一次就在早上 大概中午11點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我的通告是11點半要到 他打給我 聲淚俱下 他說 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開車啊 怎麼了 他說 你可以來幫我打蟑螂嗎 他在浴室我不敢去尿尿 我已經憋了一個小時 拜託你 我說可是我要遲到了 我11點半要到南港 我這樣如果要繞過去幫你打 我絕對會大遲到了 他說 所以你現在是見死不救嗎 我聽到這一句話 我說不行不行 這樣見死不救不行 因為蟑螂在浴室 他又是愛鬧賽的了 對 對啊 很難忍耶 我就說 好 你等我 你等我20分鐘 我立刻掉頭踩油門 去他的家幫他打蟑螂 天啊 好險我家那時候 離攝影棚也沒有到非常遠 願意到我去幫你打蟑螂 這個遊戲很感動 而且不只打過一次非常多次 劉軒你現在為什麼 一直會有蟑螂 對 我一直都沒有打蟑螂 對 這邊有蟑螂 這邊有蟑螂 製作單位叫我丟的 真的有蟑螂 我真的有蟑螂 他蟑螂的 他會一直跑喔 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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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真的很壞喔 好啦 開玩笑的 不要亂丟 不要亂丟 微微的超怕蟑螂 你知道 你知道 大家有沒有覺得他今天下巴 這個比較腫 因為他前天在淋浴間 看到蟑螂 然後滑倒了 撞到馬桶 你自己整 好險沒力 你知道我後來為了 不要有蟑螂 好啦 再進 在我這裡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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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以前住舊房子 我還花大錢 然後 重新裝潢 沒有 我是直接去搬去 租一個全新的房子 就為了不要有蟑螂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誰比較倒楣 拉肚子誰都會 是表演之前 在台下等上台之前 如果觀眾是很重要的人 比如說是長官啊 或是人數很多 我沒接觸過的大舞台 我會很緊張 會 那種緊張的肚子痛 可是呢 有時候可能真的得去上廁所 那 每個人都會 為什麼你要故意的 大聲的說出來了 到底誰會這樣在外面唱你 你到底想丟誰的臉 遇到這種 愛注重別人的朋友 真的拜託 那個KOL 就是我們的意見女秀 既然他都這樣講 我們就要回應他 來 素子成 第二次 第三次 你好像... 好像在仙界喔 真的嗎 我覺得... 誰叫你拿蟑螂嚇我 他也要站上來給我 那個你過來 你過來... 你過來... 是紫層 我跟你說 我今天還故意不帶來 因為我就不想嚇到他說 哪裡可以買 我現在去幫你買 哪裡可以買 對 對 這就是... 這就是製作單位給你驚喜 好過分喔 天降張榮 好 謝謝 謝謝 好 來 下一組 好 來 怕蟑螂 李維維 他一直在留意微風 因為他手上有蟑螂 對啊 我真的被翻臉了 從剛開始到那邊... 不是啊 就... 對啊 對啊 不行啦 因為他左邊還... 左邊還冷靜一點 這個真的看起來很假 很假 你丟給我... 不要... 不要... 起來好了 沒事... 沒事... 來 薇薇要控訴 那個JR的是 我看一下是什麼 害我都忘記是什麼 半夜裝神弄鬼 害你通宵失眠 其實... 其實我要幫他講話是 他是我唯一一個男性朋友 只要看到任何新聞 就是關於 獨居老人 獨居女性 獨居什麼東西幹嘛 然後發生事情的 他真的馬上會打來 可是因為你知道嗎 有時候半夜接到電話 或者是我明明不知道這個新聞 然後他可能打電話來 然後他就說 喂 我跟你講 我看到什麼新聞 什麼女生自己在家裡 然後洗澡 可能窒息了 什麼東西 你之後要泡澡的時候 你先傳LINE給我 他就是講類似這種 好感人耶 那個有一個前因後果 是因為那段時間他情傷 他覺得有點不太相信感情了 所以我那段時間 只要看到那種韓劇或什麼 劇情是那種 成功的女強人 然後因為感情挫敗 然後想不開 為什麼 半夜看了影集 好像圍圍喔 趕快打給他 你愛活著嗎 這樣子 繼續是你看 他又沒有在看了 對 就是自己會想到 因為他喔 有一次講完之後 我隔天買了Apple Watch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跌倒的時候 可以直接打電話去給人家 對 然後還有呢 因為他上次不知道 也是什麼單身女性 叫我要小聲什麼什麼 我隔天打電話去某某 那種保全詢問 你知道有一種靈 有什麼緊急事 就是我明明就沒事 然後他反正被他下半死 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真的是 很不相信感情 然後他就有一種就是 感情沒關好不好 我是覺得你就是感覺 他好像不要再談電話 我說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給別人機會 你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 然後你自己不要一個人想不開 你要控訴什麼 聖聖廚魚全塞給我 害我變成歐落肌 可是你現在生產很好 不是 我要講一次 我跟他拍戲 那半年胖了五公斤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什麼都要試 他很好意 他會每一餐會加菜 比如多加隻雞腿 他都會幫我多訂一隻 然後餅乾再多幫我買一份 可是其實我吃的那一份 對不對 我都不只吃那一份 因為他自己就是 餅乾拿來這樣 比如說我們拍戲 當時中秋節烤肉 他也可能烤了玉米 他嘗一口覺得 不錯 然後有味道了 那剩下來就給你 然後我就是那種標準的 客家勤儉男 我只要朋友丟給我 我就會輕盤那種人 然後買了餅乾或咖啡 多一杯什麼的就丟給我 我就會全部苦苦喝完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吃兩份 然後那半年過後 我就真的胖了 他明明 因為他一直在保持健康對不對 他只能吃一些什麼 水煮雞肉什麼 很可憐 他是看我在那邊吃 所以鹹酥雞啊麵線什麼 他真的很想吃 那我不可能不買茶 其他人都有買 對啊 他人的好心給你 沒有 而且他照顧得很好 比如說我們當時拍戲 是AB組嘛對不對 他在A組拍 我在B組拍 然後我們要轉到他們那個點的時候 然後他們A組剩下工作人員 還會在那裡等說 薇薇姐說 貼心 可是重點是 你感動之外 我是真的會呼嚕呼嚕 整個喝碗的那種 那很棒 對不對 那就呼嚕啊 所以他是好意 可是 再多去運動一下 再運動一下 可是沒有 很多是他真的餅乾 只要嘗一口而已 而且我都還沒講 因為他這樣子對不對 他吃完之後 他就會跟我說 劉威威你要去運動喔 你這樣不行喔 你是怎麼樣 怎麼樣 要開始唸子 還是會督促一下 督促 真的 要不是看在說 你有打電話說 去泡澡要先打電話給我 什麼的 這很難相處 我們來看一看 怎麼說 因為JR應該被噴乾冰 因為為什麼要半夜打電話說 這些話呢 這些話 平常關心說就可以了嘛 為什麼要半夜說呢 又不是非常緊急 危險的事情 我告訴你喔 如果你半夜打電話給我媽 說這些的話 我媽會立刻報警說你咬你 我覺得半夜打給別人 真的太可怕了 就像我之前有個同學 他就是半夜打給我 然後我沒有接到 後來我就是回波回去喔 講打他都沒有接 我還想說他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我就跑到他們家去敲門 結果 他只是要借吹風機 然後最後累到睡著這樣 所以半夜打給別人 沒有大事的話 拜託真的 別鬧了 好 半夜打電話 危言聳聽 終神弄鬼 JR噴三次 一次 兩次 五 三次 我以後會看劇的時間 不要半夜好不好 你可以打電話 你可以打電話 你會發現 這就是朋友 你知道嗎 我們會欣賞他的優點 然後也會包容他的缺點 而這樣子一個 互動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不覺得 人跟人之間有一個依靠 人都需要有一種依靠 不管是心情上的 生活上的 有依靠 有人奠記著你的這個感覺 其實會讓我們活得很踏實 對不對 那這個被人家奠記 有時候就奠記過度了 半夜打給你 OK 那也沒有辦法 是不是 你會因為這樣子大家就不交往了嗎 不會 不會啦 就不做朋友了嗎 不會 他下次還可以坐你的車嗎 可以啊 因為我待會兒 待會兒只要塞到很久 沒有 我就定好了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Thank you Bye Bye 有贏航空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